事关全球经济 俄欧冲突升级 对全球股市的影响 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下边小边总结了四点影响 点个赞往下看 俄欧冲突加剧了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也加大了美股下跌的压力 从而制约美联储加息的步伐 核心的结论 第一个 俄欧冲突持续升级 演化成战争的可能性大增 二 以史为鉴 地缘冲突后大类资产的表现规律 短期会利空风险资产 利好避险资产和能源品 影响往往集中在冲突爆发后10到30天 对资产价格中长期走势较弱影响 第三 如果本次俄欧冲突持续升级 可能的四点影响 第一个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俄罗斯大概率会面临新一轮制裁 建议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的能源 原材料出口国 去警惕制裁俄罗斯所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 上涨的衍生风险 第二个 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贪照前述经验若仅考虑本次冲突 未来一个月内全球股市仍有下行压力 国债收益率趋于下行 原油和黄金有望进一步上涨 但一个月之后 资产价格走势将重新回归基本面主导 钢铁玉米小麦大麦肥料等商品价格 短期内可能因供给受阻而进一步上涨 第三个 对全球通胀影响 推升油价短期处于高位 加大全球通胀压力 其中 第一个 美国通胀短期仍高 回落拐点也将延后 第二个 对马来西亚的影响 按照测算 如果油价上涨10% 将会分别拉动CPI PPI上行0.09和0.4 预计全年CPI 仍将前低后高 油价上行也难改PPI下行的趋势 第三个 鉴于油价上涨 对PPI的影响明显大于CPI 这将扰动我国PPI CPI捡刀差收敛节奏 也会扰动企业盈利上下游传导节奏 第四个 对美联储加息节奏的影响 俄国冲突将加剧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也将加大美股下跌的压力 同而会制约美联储加息的步伐 事实上 2月中旬以来 美联储加息预期已经开始降温 维持此前判断 2022年 美联储将先应后割 预计全年加息3-4次 关注我 了解更多投资的小妙招 了解更多的小妙拥